上个月开始 中文圈出现了一个新的热点 叫做五一共振 我们看到了一些 一扬顿挫的 所谓发言人的宣讲 看到了几个戏子 在做着各式各样的 所谓的沙盘推演 转眼快一个月了 各种反应都有 其实我真的不想说这个事 不是说有没有人问 或者说必须要回答什么问题 真正让我决定来谈这个事的 是昨天看到的一则推文 他们把上海环卫公认 一个很简单的维权运动 也归纳到五一共振的 这个体系之下 甚至把它视为 这是属于全民共振的 一个举措 其实呢 制造热点 抬高一下身价 获得大众的关注 进而 有富商投钱 扩大你们的知名度 这种戏码 已经玩了几十年了 你要往跟上倒 都是大清衰败的 最后那么几十年的老套路 你们玩的还不如人家好 所谓的这种全民共振 你首先要搞清楚 什么叫共振 它跟频率有关系 如果大家的认知 不在一条水平线上 你去跟谁共振吗 我们见到很多桥梁 它是因为军人走正步 导致的共振 让这个桥塌了 这种极端的势力 我们见到过很多 你见过有跑马拉松 把桥跑塌的吗 不在一个频率上 你就搞不出什么共振 想使用一些名词 尽可能准确一些 其实我也知道 内地每年 现在维权的行动有相当多 这个数字呢 已经有好几年 不再向外公布了 前两年有一些做统计的 这么一些内地的网络爱好者 他们只是忠实地 做了一些记录 把它公布在网上 我们现在知道的 就已经被捕了两起 一个是黄旗 一个大概是姓卢 叫卢什么 我记不清了 对吧 现在没有了 包括中共内部统计的 全民因为维权 因为所谓的抗暴 导致的一些群体性事件 从2013年开始 他们就不再向外公布数据 不用猜 每年发起维权 有一些群体性事件 不管涉及到哪一个层面 这个数量 现在都是在逐连的增加 他以至于这个政权 不敢再指示他 我们甚至看到了 武警在军队化 警察系统 退出公务员体系 警察 武警化 那么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无条件的维稳 他已经走到了 一个极端 全国范围内 确实有可能出现 改天换地的变化 下一步 不一定是民主 极有可能是割据 现在你们在搞这个 所谓的共振 无非是想求个名 今后内地有任何大的变局 都可以视为 是你们推动的 甚至还细缩了一个 内地88个委托人 还有一些夸大 其实到什么程度呢 说党内军内 都有支持你们的势力 大言不惭的 把一些 对所谓的共振 看不惯的 发出一些意义的人群 定义为阻拦中国民主 中国革命的判断师 公正平台搭建到现在 不到一个月 就已经开始抓特务了 指名道姓地说 谁谁谁是特务 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想做什么 求名不是这样求的 你们可以作为观察家 发表自己的言论 如果你们要是做代言 希望你们稍微端正一下自己的态度 你们既代表不了内地民众的声音 也没有资格指责 谁谁谁是特务 说白了 你们现在的行为 在求名的同时 跟特务是没有区别的 所谓的特务这个词 进入中文以后 还有很多含义 特务都一定是坏人吗 哪个国家没有特务 特务 执行特殊任务 都是以国家利益为上 它跟民族是没有关系的 它只服务于政权 我们见到了很多著名的特务 有的是为了钱 有的是为了信仰 我们可以同情前面一种 他们为了钱 迷失了自我 背后一种 我们就不知道怎么表达 我们的观点 因为有些特务 它是真有信仰 我们见到很多国家 为了自身派出的特工 在失败之后 进行交换 当然了 这个世界上也有许多国家 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 或者国家颜面 舍弃了 曾经被使用过的特工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一个现成的方法 那么大家既然都知道了 什么叫特务 那我就想问问你们 你们能抓谁啊 你们现在连 过去的同道都已经摒弃了 相互之间都开始拉黑了 不断的猜疑谁是特务 你们现在做的什么呢 发动群众去上街 到各大车站 各个交通输榴 去制造混乱 或者说 你们想浪费政府的警力 政府的监控人员 利用五一 七一 九一 十一 不停的这样落下去 你以为你们会得到什么呢 你们在赌 赌任何一次大的变革 你们能攫取 攫取他的成果 作为你们的垫脚石 看看你们自己现在做的这些 所谓的宣告 所谓的推演 有一句话是不可笑的吗 推翻中共 你们拿什么推翻 拿嘴吗 你们在海外 你们回不到内地 你们进入不到抗争的人群之中去 坐飞机 会被原机遣返 当然了 你们有没有这胆 我还不知道 我们算最好的估计来算 借用别人的护照 或者是 从边境 遣回大陆 我现在看到的这几块料 我相信你们都没有这胆 这只能当一个笑话 遣回大陆的有吗 有 不是一个两个 你们几个人敢吗 真的不想骂人 昨天是4月1号 我以为是个愚人节消息 人家环卫工人已经够苦了 被沉沉拔皮 应该有的福利 应该有的工资 都被上级剥削掉了 这种情况呢 在其他的行业中 也经常发生 比如说保安 任何一个大的公司 向各个区县的保安公司 申请保安的时候 给出的价码都不低 但是保安拿到手的钱相当少 为什么 因为上面有人扒一千匹 环卫工人也是一样 拨款拨的是五千亿个人 拿到手的能拿到三千就不错了 因为在拨款方和工人之间 他有一层叫实力方 现在国内大多数行业 都出现了这个问题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属于国企 它属于集体 它不是私企 如果这些行业 是私人承包的 老板发工资给员工 中间除了财务 它没有任何实力阶层 而所谓的国企也好 集体企业也好 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它必须要有监管方 这个所谓的监管方 只有可能是炮火茶的书记 这个阶层 他们是只负责 指挥 而不去干活的 全国大大小小的书记 有几百万 你想想这些人 他们能干什么呢 每个城市 市长的头上 都有一个市委书记 你往最基层去算 就是到了农村 村委会 在村长 监委会主任的评级 甚至是我们普通 通常可以把它认为 是上方的 还有一个人 叫什么呢 叫村属级 这是一杆子插到底的 这种监管 从中共建政以后 就存在了 这帮人连上的党校 都是由国家出现 国库里收着我们的税 你在纳税的同时 你在养活的这么一个党 你现在去搞共证 你能跟什么人共证呢 党内的派系斗争 弱势的那一方 想搞政变呢 军队 还幻想军人能支持你 军队的工资 最近几年翻了多少倍啊 连退出现役 比较早的这些老兵 都在要求同工同筹 要求 他们认为 国家应该给他们的同等待遇 都已经落了几年了 我们看到这个规模呢 现在越来越大 而且战术性的动作 越来越明显 前两天甚至有一例 卡住了云贵交界的一些关口 来进行威权 退伍军人的动作 越来越走向成熟 他的背后是有一定的支撑的 因为这个群体 他与现役的部队 有千丝万里的关系 环卫工人有吗 环卫工人招谁惹谁了 现在已经有 带头抗议的环卫工人被捕了 你们现在发出这么一个通告 就给他们头上戴了一个 海外敌对势力的帽子 本身是一个维权 现在搞成一个反革命行动 你们有考虑过 被捕的这些环卫工人 他们的今后吗 不一定会杀 流两滴血挨顿打 那是免不了的 踩着他们的血迹往上折 你们觉得很荣耀吗 如果要想革命 你们应该留自己的血 实力 正反两方都有 沾人血馒头 那就为人不齿了 我非常敬重 愿意为了中国的民主 愿意为了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 去牺牲 去奉献的 这些先烈 或者说 仍然被中共 关在牢狱里的 这些前辈们 哪怕他比我小 我都是一样的 我都是一样的 会敬重他们 因为我觉得 他们为了自己的信念 他们付出了 而且他们的这个付出 在一步一步一步的 改变中国 相比之下 现在坐在茶馆里面 坐在书斋里面 或者坐在演播室里面 去慷慨激昂的 发表政治演说 在你们的政治履历上 想天下揉莫 重彩的这些人 对你们的称呼 其实两个事 就足够细致 你们甚至连 各股援助的这些 民主基金 你们都争取不到 为什么 你们是野生的民营 你们没有自己的政治理想 没有自己的组织 很松散 你们能对中国革命 做出的贡献 无非也就是摇旗那海 想抢夺任何一次变革的 这种机会 你们都没有 不要以为有一两只血头 就能让你们站起来 人获得尊重 政治活动家获得尊重 是靠他们的威望 这些威望是每走一步 每举办一次活动 每倡导一次起义 都踏踏实实的和最底层 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他们走在了抗争的第一线 黄欣 放过墙 孙文 打过炮 你们干过什么 你们干过什么 训练开始到现在 我们批了一年的教主 我个人批的时间可能还长一点 教主 这个人呢 从八九年 一直混到现在 二十九年 三十年了 他就是靠骗钱为生 说白了 他喊革命口号 是因为他除了喊口号 他别的事都不会干 那不管怎么说 人家只是骗钱 以此谋生吧 这两年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小丑 叫曾鸿的 他除了骗钱 他还骗炮 我们也可以 拿他当作笑料 一笑致之 现在搞五一共振的这几位 就不太好形容你们了 你们是让国内的民众 捐命啊 我熟悉不少 内地的异议人士 有一些现在还保持着交往 人家对你们推出来的五一共振 刚开始的表示 都是不知所措 快一个月了吧 现在呢 现在大家越来越看清楚了 你们现在的这种做法非常危险 你们相当于中共刚开始成立的时候 组织的在城市造反一样 你们把能够推翻中共的这些火种 这么早就暴露出来 响应你们的这些骨干 极有可能在监狱里面 要待上一段时间 你们做了中共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 不要说你们是不是身先士族 是不是在祸害内地的 向往民主的这些人群 我只想让你们能静下心来想一想 你们这样做 你们能得到什么 这样的意思 什么 识 是 曲 啊 了 识 识